近期我们为大家讲了很多有关于中国市场 还有未来可能会怎样变化的一些推测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们也非常的关心 的确啊 这个10月可以说是为中国股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一阵热潮 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投资者 现在把目光都集中在市场上了 在中国市场上 在比较积极的政策支持 还有这个广泛的市场乐观情绪的推动下 不管是恒生指数还是富士A50指数 主要指数在过去几天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涨幅 特别是金融服务啊 科技啊 包括可再生能源啊 这一些板块显得非常的明显 那有一些领先的公司股票 短短几天之内收益就翻翻了 那么有关于这一次股市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 旧市政策 那么这些措施呢 是在整个市场上 大大增加了活动的热情 现在第二波政策又在路上了 发改委会在10月8号发布更多的有关于政策增量的计划 这次市场的上涨普遍认为会继续下去 那么到底哪一些是行业领军者呢 我们看到金融这一边呢 华太昂中信啊 券商股表现非常的强劲 而投资者主要关注到的是那一些AHE价比较低的股票啊 另外我们看到半导体现在仍然是重点 不管是中心也好啊 还是华红也好啊 这样的龙头股票啊 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价格洋溢 整个这个科创板啊 也是反映出大家的热情 特别是跟踪比较高增长板块指数的ETF 可以说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那像宁德呀 比亚迪呀 啊等等这一些可再生能源啊 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在内的一些龙头企业呀 也正在获得关注 那原因大家也可想而知了 市场呢 还是偏好和国家政策优先事项并齐的 这一些增长板块 那么对于新手投资者来说呀 ETF现在特别有优势 特别是在那一些波动性高 而且呢 往往由情绪驱动的市场中啊 那个股的风险 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 但是啊 对于关键增长板块的投资啊 有人说这个ETF两眼一摸黑 跟踪科创和创业版的这个ETF 那么可能对于大家来讲 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热情 那么现在呀 我们也说这个中国股市的上涨啊 并不是头一次出现 实际上之前几次政策都曾经驱动过中国市场的大牛市啊 那比如说这个05年到07年 当时是股权分支改革 那上涨中国指数是增长了五倍还多啊 08年09年更不要说了 4万亿次级计划啊 一下是推动这个指数翻倍 14年到15年的时候 当时呢 也是有这个货币宽松和财政政策来支持 那么整个牛市呢 也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9年和2021年 就是最近的一轮牛市啊 那么当时呢 这个上涨中国指数 也是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下 大概上涨了40%左右 现在的市场是不是过于狂热了呢 到底应该怎样啊 来衡量市场是否理性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指数叫做巴菲特指数 这实际上是啊 现在看你是二十几年前了 可能是在两千年代初的时候 千禧年初的时候 当时巴菲特写的一篇文章啊 还有讲到说这个股市总市值除以GDP啊 可以判断整体股市是不是过高或者是过低 当然我们说这个指标实际上是相当粗犷的啊 但是因为巴菲特啊 股神实在是名气在外 因此啊 这个巴菲特指标经常被引用 那么普遍认为啊 这个巴菲特指标啊 虽然是比较粗犷 但是也基本啊 可以让我们算一算 目前的这个金融市场是不是合理了 反映了基本面 那巴菲特的理论是说啊 说这个75%到90%的这个指数区间呢 是比较合理的啊 如果是超过了120% 那就表示股市被严重高估了 如果是按照这个巴菲特指标来算啊 那目前这个指数是多少呢 哎 76% 80%左右啊 似乎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氛围之内 那大家还普遍预计 接下来是不是会涨到130%啊 甚至到180%到200% 现在呀 整个的这个预期已经被带动起来了 那我们也知道啊 尽管短期之内啊 这个上涨可能会继续高标 但是啊 这个涨幅也会带来整合 带来行业的轮动啊 那么之后呢 市场可能更多的会出现情绪的波动 投资者啊 在涨幅过高的时候 也会保持警惕啊 在乐观和谨慎之间 可能会不断的调整 这呢 也是由股市投资经验的朋友们 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另外呢 股市也可能会出现分化啊 投资者呢 对于未来的政策 到底会上涨强度多久 到底会可持续性多强 往往呢 会出现啊 价值和判断的分岔 那么看到现在这个动量的规模如此之大 这个波动性 基本是不可避免会来的 最终呢 投资者还是会回到某一些理性的层面啊 主要聚焦是成长股啊 那些比较高质量的公司来进行最终的调整 所有这一些啊 在历史上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决定 这一轮牛市是不是可持续的看点和要点呢 今天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就看到财政政策 接棒发改委的这一次新发布会 可能是这一轮财政接棒的序幕 之后呢 我们也普遍预计 包括财政部在内的其他部门也会进行这样的发布会 特别是在十月的这个人大常委会上 因为我们知道人大啊 会进行投票对于有关于财政赤字的变化呀 等等等等 发债的规模呀 会有进行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 所以呢如果是有更加明确的有关于赤字目标 还有明年债务规模的相关的政策变化会在啊这个人大的会议上以及今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有之后今年还有一次可能的政治局的经济会议上进行相关的啊更多的清晰化的表述 目前的政策目标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几点啊 叫加强稳定资产负债表或者说难听点叫修复资产负债表啊 因为不管是居民还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现在整个这个资产负债表啊都非常的难看 那么最重要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观众朋友们可能也知道就是防止房地产领域的资产的进一步缩水和贬值 这些政策能不能够成功呢 其实大家关注的是两方面 第一是地产第二是消费 而如果是看到历史规律的话 我们看到整个股市的上涨和消费之间是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性 那大家也不难理解啊 因为股市是财富的重要指标体现 而这个财富呢 又与可支出的可分配的这一部分个人收入息息相关 而个人收入可支配收入 又和消费热情和消费活动息息相关 那么基本啊如果我们看历史数据 不管是07年09年15年还是2021年 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啊和房价基本也是同步回升 当然两者之间往往有一个时间差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啊 这一次能不能够增加消费支出 能不能够稳定住房需求 第四季度消费是不是能够回暖 房地产价格是不是能够起稳 现在呢是财政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那也有朋友问了啊 说过去这个中国政府啊 一般这个刺激政策啊 不管是四万亿也好啊 还是大基建时代也好啊 基本都是以投资为主导的 为什么能够确定现在一定是消费导向的财政支出呢 其实根本上的原因还是这个账得算清楚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财政成数的话啊 那基本上现在投资相关的财政支出的财政成数 已经比较低了 基本上6%到7%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有效性是比较差的 消费导向的趋出还是有比较高的成数效应的 有机构测算啊 这个数字大概在1.1 或者比较保守在1.05左右 也就是说财政资源如果是用在刀阵上 那显示在刺激消费上是更加合适的 现在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仍然是非常受限的 主要是因为啊 很多家庭在整个房地产市场还是高杠杆持仓 另外我们也知道啊 疫情的这个疤痕效应还没有消退 那么在房地产领域相关的消费 实施财政干预啊 普遍认为是对于恢复购买力 恢复消费者的信心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接下来啊 这个财政政策到底多快落地 其实啊 我觉得现在市场啊 是有一点过分乐观了 而有关于接下来的这个财政刺激规模啊 最开始大家啊 各种各样的小座文传是2万亿 哎 结果几天之后就变成5万亿了 几天之后就变成10万亿了 这个速度啊 狮子大开口啊 不知道是不是到到这个10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是啊 20万亿这样的一个规模了 这显然是不是一个理性的预期 其实我也特别关注到西部证券的分析师啊 讲到了一点 就是说 现在呢 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啊 还是要一步一步分阶段的来考虑前一阶段的财政刺激的后果 谢谢李奇博士啊 实际上李奇博士已经梳理得非常的清晰了 层次非常的多 无论是对股市可能产生的风险 还是股市可能的这个前景空间 其实都呈现给大家 那么在这样一个丰富兴趣的节目的前提之下 我觉得好像我能讲的空间就变得比较小了 虽然我没有草无股 但是从几年开始呢 我大概对请求的股市啊 有一个非常粗糙的评估 这种粗糙的评估啊 我就经常会跟经济学家请教 有在欧洲的 有在亚洲的 也有像李奇博士请教 这些经济学家当然可能是 对于我这样一个股市的门外汉啊 也是鼓励居多 当然我在主上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年底 在阿根廷的时候 我非常痛心地讲啊 现在的这个股市啊 真的是大家成功地把它唱衰了 中国的股市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不仅是在阿根廷我发出这样一个哀叹 长期以来啊 我也认为啊 中国的股市是这是世界上啊 从长远的来讲 是具有深度的一个股市 也就是说 具有相当大的这种增长的这个潜力 但是我的国陆朋友啊 很多的这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 或者是中国的经济学家 海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呀 或者是投资家呀 我经常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啊 都是普遍的一个悲观 普遍的这个看衰 当然有时候我也焦虑 也着急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这样看衰呢 我觉得中国的股市不涨啊 那是天理不勇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就是呢 中国的经济的基本面 大家很看谁 很看糟糕 也许呢 是有一些实际的感受 实际的数字 也是一种 某一种 正式的反应 你不能说这些问题啊 都是虚告的 但是对经济本身的问题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普遍是缺乏这个想象力 包括对这个股市 也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中国的股市的基本面是什么呢 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说 它的适应率 就是不但比成本的这种 非常成熟的交易市场 华尔街相比适应率要低 居然高达40% 那就是跟新型市场相比 它也要低20% 一个是比华尔街要低40%的适应率 要比新型市场还要低20% 这就有一点很不正常了 就是说明这个价格啊 实在是偏低偏低 但是一般来讲 人啊 西瓜碰大便 看更涨不更跌 如果大家认为这个市场很衰 那大家就鼻子不及 如果大家认为看涨 大家可以呢 一股脑就上 这一件事人性 同时也是大家的一种认知和判断的 这种普遍的现象 我是每一个场合都会去请教大家的对股市 对经济 甚至对政治的一些看法 尤其在注意到股市和经济的时候 我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这种惊人的发现就是普遍的看衰 就很少有人会讲股市还有希望 或者是经济还有希望 这个时候对我的认知 对这样一种定理啊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这种压力之下 我会不断地反省自己 尽早一些他们的一些看水的一些理由的合理性 但是很可惜啊 就是没有找到 或者说呢 他们很多的看水 开始走入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议的阶段 而我认为呢 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啊 这个未来的增长的空间 仍然是相当大的 我认为了 你得到几个压力的 这种背景